人类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正确认识自己的身体的 有人说大概最近两三百年吧 西医的兴起让人类通过解剖学认识了自己的器官 通过显微镜认识了自己的细胞 通过发现细菌认识了许多疾病的根源 通过研究基因认识了自己从何而来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来看一段古文的记载 若福八指之事 这是终于典籍皇帝内经中的一段话 通过解剖 中国古人不仅能知道人体内脏的大小强弱 甚至对一些现代医学看不见的东西 也都非常了解 比如气血和经络等 此外 《皇帝内经》中的《灵书常卫篇》还讲到 上古名医博高向皇帝详细讲述了人体消化器官的尺寸 其数据竟然与现代解剖学相差无几 《皇帝内经》作为中医学的奠基之作 是一部博大精深的生命百科全书 其成熟年代一直是一个谜 据传为皇帝时期 也有先秦战国之说 最晚不过西汉 不管怎样 毋庸置疑的是 中国古人的解剖学 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发展到了极高的层次 按理来说 沿着解剖学的方向发展下去 中国古人对于人体和疾病的认识 应该与西医相差不远才是 但事实却是 中医几乎和西医走上了一条完全不相关的道路 西医通过解剖学告诉我们 甘在右边 但中医却说 甘左废右 在西医看来 心与肾各司其职并无太大关联 然而中医却说 心肾相交 水火相继 中医常说的经络 经气 气血 西医却怎么也检查不出来 这一切的一切 到底是为什么呢 西医也就是现代医学 被称为科学的医学 是因为它得到了实践的检验 它说的自然没有错 那么中医呢 我们的祖先智慧深邃 向来以治学严谨著称 对待治病救人更是丝毫不敢马虎 难道会左右颠倒 乃至无中生有吗 当然不会 实际上中医和西医讲的 并不是同一个东西 西医所讲的 是我们肉眼可见的有形生命体 我们称之为解剖生命体 而中医所讲的 是隐藏于人体中的 另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生命体 你可以称之为灵魂 中医则叫它藏相 那么什么是藏相呢 藏相指的就是藏者之相 隐藏起来看不见的东西 叫做藏 它所表现出来的 看得见的征兆和迹象 那就叫做相 比如灌木丛在晃动 这就是相 躲在里面看不见的兔子 那就是藏 藏相系统是以隐藏在身体中的五脏为核心的 五脏对应的就是心肝脾肺肾 但这里的心肝脾肾肾 并被解剖学意义上的五脏 它们是无形的 位置不同 功能也更加强大 五脏投射到人的肉体上 代表了五个功能区 但这五个功能区 与肉体上的五脏并不是相对应的 五脏中蕴含着神魂魄意志五神 也叫五脏神 正所谓五脏所藏 心藏神 肺藏魄 肝藏魂 脾藏意 肾藏志 比如我们常说的心神不宁 这里的心神指的就是藏相系统中的心神 五脏之间有着相生相克的关系 古人喜欢用五行来比喻它们 正所谓心为火 肝为木 皮为土 肺为金 肾为水 而正因为这种五行属性 再加上五脏神对应的是人的精神 所以当一个人五脏的状态发生变化时 就会反映到相应的梦境当中 比如《皇帝内经》就明确记载了 废弃虚的话就会梦见白色的东西 或者是流血事件 废弃旺的话就会梦见兵戎战争 因为古代的兵器是金属的 又是白色的 再比如肾气虚的话 就会梦见帆船淹水的景象 肾气旺则会梦见自己潜伏在水中 总之都和水有关 再来看肝 肝气虚就会梦见蘑菇和青草 肝气旺就会梦见自己躲在树下不敢站起来 而心和火有关 反映到梦中就会出现旧火 或者大火燃烧之类的场景 皮属土反映到梦中就是饥饿想吃东西 或者是建房子打地基之类的 这些梦境实际上也属于藏象中的象 反映的是五脏的状态 除了反映到梦境之外 五脏除了问题也会外化于形体 比如心火旺盛导致口舌生疮 肝气横力导致腹胀呕吐 这里的心肝指的就是无形的五脏 而口舌生疮腹胀呕吐就是外在的象 如果说五脏是藏象系统的核心 那么将整个系统连接起来的脉络 就是经络 素问调经论中说 五脏之道结出筋碎 以形血气 经络学在中医里面非常的重要 是当之无愧的核心 皇帝内经分为素问和灵书两个部分 其中素问八十一篇中 论及经络的就有六十多篇 而灵书则几乎是专门围绕经络和针灸来讲的 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般 熟同宇宙中的暗物质一样 我们无法看见经络的存在 但它确确实实的在发挥作用 当我们用针刺 电脉冲 以及其他方法刺激学位时 人体就会出现酸胀 麻等特殊的感觉 而这些感觉会从受刺激的学位开始 沿着古人记载的经络路线进行传导 这就是寻经传感现象 经络在人体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它是气血运行的通道 因为经络是无形的 所以可以肯定它并不是血管 因而它所运行的气血 也绝非传统意义上的氧气和血液 而是一种无形的生命素 这种生命素是来自宇宙中的精气 滋养着人体中的两个生命系统 那么这宇宙精气从何而来呢 第一种方式是通过经络 直接从宇宙空间中获取精气 那叫做先天之精 它化身为氧气 第二种方式是通过饮食和呼吸 经由肉体中的五脏转化之后 形成的宇宙精气 那叫做后天之精 它化身为氧气、氧血 古代的苦行僧 身上里的道士 或者农村中的一些老人 饮食标准远不及常人 但他们的身体依然健康 有的甚至十分长寿 可见他们不仅仅从饮食中获取精气 必定还有另外的途径 也就是直接通过经络 从宇宙中获取精气 换句话说 精气的来源、方向和构成不同 对一个人的身体健康 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除了负责气血运行之外 经络还有传递信息的功能 就如同肉体中的神经一样 它不仅能将五脏神 发布的信息传递到全身 还能将解剖生理系统中的信息 传递回五脏中来 由此对整个身体进行调控 可以说 没有经络 整个藏向系统就无法运行 实际上五脏和经络这两个简单的结构 就已经构成了整个藏向生命体 不过虽然结构简单 但它却蕴含着无限的能量 其运作方式也极为高效 在中医看来 我们人类所罹患的所有疾病 其实都是可以通过调动这部分能量 来对五脏进行调节 并最终治愈的 除此之外 藏向系统还有一个惊人的功能 它可以改变我们所在的世界 正如人们常说的 运气好的时候 不论做什么都会非常顺利 而走没运的时候 甚至喝口凉水都塞牙 其实深究起来 运气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医的 五运六气 其中五运指的就是五脏 六气指的就是宇宙中的精气 五运六气合在一起 就是五脏和宇宙精气之间的关系 具体来说 当一个人处于气生运的顺遂时期 他的藏向系统就会比较强大 那么他的周身就会阳气充沛 整个人充满了精气神 而阳气的充沛又会进一步 壮大他的藏向系统 有了如此强大的藏向系统 说明他的五脏神也一定十分强大 因此 藏向系统传递信息的能力和效率 自然会提升 如此一来 就会在冥冥之中影响事情的成与败 所以老话说 谋是在人 成是在天 其实不无道理 只不过 这里的天 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天 而是我们人体内的五脏神 如果你以为藏向系统就这些功能 那就大错特错了 实际上 藏向系统的强大 远远超出了我们人类的想象 只不过 藏向系统中蕴含的强大能量 有相当一部分 并不会参与到人类的生命过程中 而这部分能量 就会被封存在我们体内 而无法激活 这也正是为什么 我们人类 没有办法借助藏向系统的力量 实现疾病自愈的原因 所以 从很遥远的年代开始 人们都在绞尽脑汁的想办法 将封存在人体内的这部分能量 给激发出来 有人采用中医的形式 有人借助气功或者宗教 只不过 这种种尝试 似乎都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就 换句话说 人类的身体 还隐藏着太多太多 没有被发掘出来的潜能 最后 让我们回到开头的问题 人类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正确认识自己的身体的 很明显 并不是西医出现之后 因为我们的祖先 早在几千年前 不仅正确认识了自己的肉体生命 甚至还对隐藏在肉体背后的精神生命 有了相当的认识 只不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已经无法知晓 我们的祖先 究竟是通过何种方式 与那个看不见的生命进行沟通的 慢慢的 怀疑和否定也就产生了 作为一个华夏子孙 我衷心希望 我们千万不要将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丢弃在阴暗的角落之中